谐音双观修辞 各位同学,这次的园游会,我们班已经决定好要卖鸡米花了 现在来讨论我们的摊位要取什么好听又响亮的名字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? 我提议用不好吃免钱鸡米花 简单又明了,一定会吸引不少人前来光顾 感觉太粗鲁了,不如叫做左岸鸡米花 不仅好听,还很有文艺气息呢 不好啦,摊位名称应该像线上游戏名称一样吸睛才对 你们觉得鸡之骨怎么样啊? 我提议用谐音双观的方法来命名,应该会很有趣哦 什么是谐音双观啊? 利用语言文字同音或是音静的关系 使一句话或是一个词语关涉到两件事 产生可以互相隐身联想的状况 这种修辞方法就叫做谐音双观 比方说,有茶店取名为监察院 听起来就像是监察院 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是叫做司法院的理法店 叫莫仔羊的羊肉专卖店 很有趣吧? 真的很有趣耶 我知道了 那咱们就用天外池机作为摊位名,如何? 真是好主意 大家如果赞成的话,就全体拍手通过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